每日一期期间,请大家配搭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谢谢。 请将手机小声震动模式,让我们安静一备在室内面前。 请将手机小声震动模式,让我们安静一样。 要因他大能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大的美德赞美他,诗篇150章1-2节。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通过两首诗歌敬拜赞美我们在天上的故事。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通过两首诗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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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两首诗歌曲。 我竟敢告知耶稣祈祷的名 朝乎万民之上明明 我相信 我相信天不缠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祀祢渡过 我相信圣灵处在我心 赐给我帮你祈祷的礼礼 爱你 我相信耶稣是真实 永远的圣君王 我信拜 告知耶稣祈祷的名 朝乎万民之上明明 耶稣是真实 耶稣是真实 死亡的独孔 你在哪里 保护能生亡 呼唤的能力 耶稣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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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幸要回败 往后成了 耶稣祭祷世界的主 我相信耶稣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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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圣经王 我信拜 告知耶稣祭祷的名 朝乎万民之上明明 大商与的国开 虽然道路继续 困难陷阱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暂时重大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伤门离开 大海流出来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铃铛 战现世家大爱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水浪 水浪道路继续 困难陷阱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暂时重大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伤门离开 大海流出来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铃铛 战现世家大爱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你的话 你爱我又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 大伤不开 大海流出来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铃铛 战现世家大爱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大伤不开 大海流出来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铃铛 战现世家大爱 我要大伤心高点数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 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一直都在 今日都在 我们 赢我们的债 如从我们的 我们的债 不叫我们的一件事态 就我们作为凶了 因为国度权力 荣耀全世界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大家请坐 本周期文章 战事就 原生命纪 十一章八十九节 十一章二十二十二十三节 请大家一同送 所以 所以你们要守我 今日所尊吾的 今日的建议 使你们享受 能够进去 得以所要的的那里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耶路华 向我们列祖 启示允许给他 和他们共同 与的地上 得一好久 大事可以带入历史里 你们以后 能力经受 珍惜 我所吩咐 这一切的建议 爱耶路华 你的神 行他的道法 专靠他 他能力从 你面前感受 这一切的莫名 就是比你们 更大更强的莫名 每一较和他们的利益 本周 莫牧师为我们 重当的主题是 敬畏耶和华 和以地为 第二讲 和其莫牧师 师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新年快乐 2020好不容易不去人 2021更加的凝聚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已经回不去 因为耶稣已经快要再来 依照启示录所写 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攻击 有很多的逼迫 有很多的灾难 但是 神恩典就在这当中 他要看出 谁是属上帝的 谁不是属他的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我们仍然要奉耶稣的领宣告 我们要得地为业 上一礼拜 我们有分享到信心 我们同样以生命迹来想敬畏耶和华 得地为业 第一讲 今天我们第二讲 我们信心是一把钥匙 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应许 拒绝撒旦 透过我们过去失败的经验 透过我们过去不成功的眼光 或者是自我计划 这种失败 把那个小信 小小的信 吞死了我们大的信 导致我们不信 我们要奉耶稣的领宣告 2021年是新的一年 我们要进入全新的遗愿 进入全新的祝福 进入全新的恩膏 进入全新的生命经历 进入全新的应许之地 在2021年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全新的祝福 全新的恩典 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全新的态度 来面对恩典的主耶稣 就好像有一个白鲁的女生 这个女生叫做亥迪雷克 这个亥迪雷克她是宣教士 她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家 他们家拥有整个这个海滩 但是她被上帝无召 她到非洲非常落后的 非洲的地区 在那边来服侍那些孤儿 她所服侍的孤儿 她所养的 所栽培的 他们成婚 你能读到多大 多高的学历 她就全部免费 这样的栽培 已经超过一万个 娶嫁 都是由她来主持 叫想妈妈 把他们嫁 把他们娶了 让他们的婚姻得到美满 继续 他们的小孩 她还继续照顾他们 在她的手上 有很多很多的牧师 传教士 宣教师 在她的手上养成 这个爱滩月克 她曾经做了一个见证 她曾经在她的黑人地区 这个落后的非洲国家 在那边 把传播音 有一个黑人牧师 她被杀了 哇 她被杀了 就送到医院去 已经被宣布死掉了 但是这些非洲的基督徒 他们不放弃 一个一个都进入这个医院去 为这个黑人同工 这个黑人牧师 在那边为他祷告 结果不想 没有想到 他竟然能活了 哇 这些 主啊 让我们的同工 他能够活着 主啊 让我们敬爱的这一个牧师 他能够活过来 上帝真的都能活过来 哇 他们吓一跳 可能他们心里在想说 对了 不知道了 我们相信了 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哎 竟然他真的活了 哇 这些人 真的是喜出望外 他醒来之后 你知道吗 这个黑人牧师说 你们干嘛祷告 叫我回来啊 上帝那边很好啊 天国那边很好 我到天堂去那边 太快乐了 你们干嘛 又把我祷告回来了呢 哎呀 我们从他的见证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天堂既然这么好 我们就不用怕死了 因为死了之后 我们要去的地方 比我们现在这里 好的太多辈了 那个牧师说 我已经到那边了 你们还把我祷告 让我回来 哇 所以基督徒虽然很怕死 但我们不必怕 因为天堂远比我们今天所活的地方好多了 后来因为他又复活了 所以杀他的这个凶手免于死刑 后来杀他的人也变成了基督徒 在他身旁的人也有很多人变成了基督徒 他荣耀位于上帝 我们很希望过去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杀人的 这个凶手 但是神透过亥迪贝克 透过亥迪贝克他所培养的这个童工 能够做美好的见证 这个杀人他变成了牧师之后 也成为很好的见证 我们很希望我们过去2020之前 我们的生命可能有很多的破碎 我们的过去的生命有很多的不堪 我们过去的生命有很多的不舍 我们过去的生命有很多的无奈 我们过去的生命有很多的眼泪 我常常在跟我们受洗班的弟兄姐妹谈话 他们谈到他们的过去 他们眼泪就一直要掉下来 他们谈到逃到这边来 我不是逃到这边来 他们跑到这边来 他们希望在这边有美好的一个未来 但是这个美好的未来 还没有成定局之前 他们真的不晓得那能美梦成真吗 如果不能成真 他们所有过去所受的苦 他们在中途为他们所牺牲这些亲人朋友孩子 他们请何以堪纳 极大多数的弟兄姐妹 可能没有经历过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其实不是神没有办法做 而是魔鬼 他用太多太多的轨迹 让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福音 本来就是上帝的大能力 因为过去失败的经验 因为我们过去错误的眼光有问题 我们的错误的逻辑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方法 以至于我们非常的不信 上帝能做荣耀的大事 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2021年有信心 我们要赢个信心 来看见2021年神荣耀的作为 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有个人的经历 却不在上帝的真理上面扎根 也不能只有言读圣经 却从来没有经历上帝的大能力 所以有一个年轻人 他曾经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他去参加一个灵修会 那个灵修会上面 他跟另外一个弟兄 多年来的故节 没有办法互相say hello 他们互相 碰面的时候 故意装作被看见 你从那边从这边就散开了 就很技巧地散开了 这么多年来 他们散了这么多次 他们心里怎么样 他们心里难过了 所以他就在那一次灵修会里面 他得到了上帝的意识 因为他不能只有在真理扎根 而没有经历上帝的大能力 所以在圣灵的催泪之下 他去跟那一个弟兄和好 他们两个人握手也好 他们和好融出 这一个是非常大的见证 可能我生命的医生会医治我 但是当我愤怒埋怨 也无法去饶恕 这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 能够去走过来的 所以医生的医治我们肉体 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如果要能够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饶恕一个人 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可能不肯饶恕 不肯对付罪 这个要靠上帝的恩典 把我们扭转回来 这个就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 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 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经文 其实今天的经文 应该从生命记第十一章 从第八节连到三十二日节 但是恐怕我们的偏无犯不下 所以牧师只有选那两个这两段 那这两段怎么会选都不对 牧师之后硬着头皮 就敏诚地把它选下来 第一段是十一章第八节 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 闪来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 得你们所要的的那地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王向你们列祖起誓 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牛乃比蜜之地 好 第二行的最后那边说什么 难以进去 然后呢 在最后第二行说什么 得以长久 因为以色列百姓上一个礼拜我有说 当他们要进入之前 家人其主 上帝有应许他们住在那个地方 他们得以进去 但是他们无法得以长久 为什么 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比较优秀吗 不是 上一礼拜 我们有念那一段圣经 不是因为他们的义 而是因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恶 因为他们不够好 所以上帝原来应许他们这一个 家人结果变成要被上帝赶出去 让以色列百姓进去 不是以色列百姓 上帝特别恩戴 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 他们不是他们的义 而是上帝 因着前面家人其主他们的恶 所以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在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说 能得以进去 然后呢 得以长久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流奶以蜜的地方 这个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 这个地方是上帝要他们能够得地为业 所以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们要在2021年得地为业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想 得地为业 什么业 产业 对不对 得这个地为我们的产业 所以第十一章三十一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要过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神所赐给你们 为业之地 在那地居住 所以这个业是指什么 这个业就是指产业 产业重不重要 产业非常重要 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围固400年 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 他们没有钱可以买地为他们的产业 就算他们有钱 他们的身份也不能买地为业 所以他们过约旦河 约旦河的东边 是这个摩亚人的地方 他们从摩亚人的地方 越过约旦河进入西边 这边是流乃以密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他们以后不再为奴 做奴隶再埃及 他们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地 他们要在那个地方 得地为业 好 那我们就要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 什么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业 有一位老姐妹 她80岁那一年 她买了一间大窝里面的小房子 她在台湾 她每一个礼拜 她是捡垃圾为生 她 因为她那个社区 卖给这个富山 富山买完之后 他们那个房间 那个房子 她不给他承受去 她是因为 这一屋人要怎么搬走人 结果搬走之后 没有人住 她就搬进去了 搬进去之后那个社区就卖了 结果发放这个赔偿金 她也就在那边住 也不知道是谁的 所以就给她了 给她之后她没有地方搬走 所以她没有搬走 就在那住了很久很久很久 又连了第二次的补偿金 她就在那个地方 住到后来 她不得不要搬走人 那时候我在台湾误会 在台湾常常会有人送东西 这个时候送东西 如果我认为说 我已经够了 那这些东西不该怎么办 我就常常拿去送给她 因为她是这个全教会里面 最穷的一位老姐妹 她来教会 她要来受刑 她就来说不是 我要受刑 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受刑 她说我要信耶稣 我说你认识耶稣啊 她说我不认识 我知道耶稣是最大的身材 她会爱我了 我要信她啊 我说你为什么要信她 就有一个师母 那个师母也八十几岁 她说那个师母介绍我来 我的家你教会最近 我就是要受刑 我问她什么 她都不知道 我就是要受刑 我相信我会得救 我就是要信耶稣 因为她也不识字 你叫她上受刑班也没有用 我真的就问她实习 过来 她真的满愈小巴 她买了那个小房之后 哇 她就请我去 让他们家 因为她的心居落成 你知道吗 整个家外还没有人去的 她只有几张椅子 因为她原来的家 那个晚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外面的月亮 下雨的时候 你坐到那边 你要选一选 看哪里 不会领导 那我到她家去 她说不是啊 请坐请坐 我真的不知道要坐哪里 她就那个椅子 从她旧的家里搬过来 就几张椅子 那比如说来了三十个 只有五张椅子 那怎么办呢 她又年龄比我们大 我就请她坐中间 那牧师呢 算一算也算 蛮年轻的啊 在当中 说我就站着讲道 然后呢 很多人就站着 就围着她 哇 那时候她很高兴 我年轻时代 我真的不知道 当一个人有产业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高兴 就算那个房子有多小 椅子没几张 但是我现在可以发现 有产业 是何等的高兴 何等的兴奋 以色列百姓 我相信他们 那个时候 从埃及为武之地 四百年 他们出来走过范园 渡过约旦河 进入流乃以密之地 在那个地方 上帝说 你们得以进去 也得以 能够在那里 得以长久 在那个地方 就是流乃以密之地 神给的产业 一定是房子吗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中国很好 产业的业 有事业 有学业 有商业 有餐饮业 还有这个 房仲业 有仲介业 这个业 越多了就业绩 对不对 所以上帝要让我们 有产业 说要得地为业 我们看上面那一段 他说 你们要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神所赐给你们 为业之地 那个业 不止只有产业 不是只有得地为业而已 它也是指着 我们不管在我们的事业 在我们的学业 在我们做生意各方面 我们都能够得那地 为我们的业 得地为业 所以2021 我们真的凭着信心 跟上帝要 或许我们常常听人家见证 哦 某某人 信了耶稣 祂的病得到医治 某某人 祂信了耶稣 祂的孩子本来不受教 后来努力的 上了第一志愿 某某弟兄 祂的产业快要破产了 信耶稣之后 公司 公生意 真正日上 本来这一对夫妻要离婚了 我们进到教会之后 挽回了 哇 我们每一次听人家的 这一个 每一次他们的见证 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也有一个姐妹 前一两个礼拜吧 那个圣洁石 牧师为她祷告 结果她今天跟我说 牧师 哎呀 我那个圣洁石 掉出来了 感谢主不用看到 很高兴对不对 哇 这个也是我们的产业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身体得到健康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听了别人这么多的 这这些见证 好像跟我都扯不上关系 哎 好像别人的祷告比较灵 好像别人的祝福 比较灵厌 那我每一次都得不到 我真的要说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盼望 而真的得不到 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跟在路上面 以后在互特上面 听到这一场讲到的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要祝福你们 你们都要向世界百姓过约旦尾 得利为业 许多荣耀的事 奉耶稣的名宣告 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家族当中 你要经历神荣耀的作为 在许多的事 要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在主上上面 你要经历上帝 所给你荣耀的作为 是以前所没有的 在你胜不过的罪恶上面 你的生命要经历许多的改变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如果先说 哎呀不可能啦 牧师你离上帝比较近啦 那个Michael 他信上帝比较久啦 所以你们的祷告都会比较 比较得上帝应许啦 你们的祷告比较零啦 成跟弟兄啊 他蛮认真的服侍上帝的教会 上帝会特别祝福 如果你这么说 我告诉你 上帝本来要把给你的祝福 因着你说 哎呦不可能啦 那个好的都拥不到我 魔鬼会就会说 哎呀上帝啊 你看 你真的哦 热脸贴着这样的冷屁股 你那时候不可能 上帝还一点啊 魔鬼会从中做梗了 你要完全的相信 在新的一年 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那不可能的都要变成可能 所以我们要说 奉耶稣里面撒旦退去 因为神要给我的 我要冲冲满满 风风风风风 冲冲出主的 完全得到 我还要跟神要双倍的祝福 不论你信主多久 过去你失败的经验有多大 过了越大了 不再一样 越过的2020 2020 就开始有神 而来的产业 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丰盛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 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业 我们呢 第二个 是我们的地 我刚才有讲 不只是地而已 是包括你的事业 你的生命 你的身心灵各方面 学生啊 学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都要得到那地为业 所以刚才说那地是什么样的地 是流奶以蜜之地 人家说美国是流奶以蜜 你走在路上 你有看到那个奶有流下来吗 那个蜜有流出来吗 不是的流奶以蜜 是形容丰富 是形容福贝玛丽 是形容上帝的祝福 多大涌流出来 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在我们的工作上 要给我们流奶以蜜 圣灵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会是十二节 十三节 其实我们应该要念到 三十二节 好 第十四节 起来念三 来 他便按时 假秋雨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 新酒和酉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不只我们能够得到饱足 连我们所养的什么 我们的田野也为他长草 连我们所养的什么 牲畜 哎呀 畜牧业 农业 不管你做什么 神 第一个 在你的工作上 让你能够尝到 这个地方是牛奶乳蜜 第二个 接下来是什么 是我们职场上演 职场上演 我们的工作 我们要奉耶稣里面宣告 我们要尝到牛奶乳蜜 第三个是什么 在我们的生活上 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接下来是什么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 今天要能够吃得饱足 也不一定很简单的 你同意吗 非洲 有太多人 他们吃不早 吃不饱 喝不足 能够吃得饱足 是神的恩典 第四个 在婚姻 在我们的家庭 二十一节 一起来念 撒冷 来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起事 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得以增多如天赴地的日子 那样多 说我们的子孙 要如天赴地的日子 那个有太阳开始 有太阳开始 他覆盖大地 有多少天的 算不出来 他说如同天赴地的日子 那样多 我们的子孙的儿女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传到世世代代 传承下去 这是何等大的叛望 何等大的祝福 所以三个要给我们产业 要是给我们流难与密的地 第三个 我们要怎样去得到呢 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遵循 我们要棘手 我们今天能引进去 不只能引进去 我们要赴耶稣的宣告 我们一定要得以长久 所以圣语记第十一章 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经文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 来一起来念 上来 你们若留意 谨守遵行 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他必从你们面前 赶出这一切的国民 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 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力 不管他们这个国多厉害 多强大多优秀 我们都要得他们的力 那先决条件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 留意 遵守 遵行 我们要留意 遵守上帝 遵守上帝一切的诫命 所以我们要留意上帝的诫命 遵守上帝的诫命 遵守上帝的诫命 那什么是上帝的诫命 上帝的诫命就是圣经 所以我们要留意圣经 遵行圣经 谨守圣经 那当我们留意圣经 遵行圣经 谨守圣经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就是落实上帝的教导 那我们要怎样 来留意圣经 遵行圣经 谨守圣经呢 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那保罗他说 我爱的善 我没有办法去行 我不爱的恶 我偏偏去行 你看保罗 他是一个这么功课己身的人 他说我爱的善 我没有办法去做 我不爱的恶 我偏偏去做 所以不是我们懂了 知道了学到了 明白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圣灵来保守我们 所以当耶稣他在马太第四章 第三章他受洗之后 圣灵带他到试探山被魔鬼试探的时候 耶稣他怎么胜过魔鬼的试探 他用上帝的话 就是圣经 他在那个地方 他唯一的一个利剑是什么 就是圣灵 就是上帝的话 圣灵的保健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成为耶稣基督的保健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来保守我们 我们留意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那我们要怎样遵行神的话 就是要靠圣灵 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来属上 如果我们信耶稣多年没有看圣经 那这个是一大危机 如果你信耶稣看了很多是圣经 却没有去行出圣经的教导 那个危机更大 如果我们只懂圣经 而没有去把它行出来 就好像圣经里面的法利塞 所以更重要的 不只我们要留意圣经 遵行圣经 我们还要牵守圣经 那要怎样牵守圣经呢 就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 谨守就是把它走出来 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善来 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靠着谁来牢牢守着 圣灵 这个圣灵在哪里 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要怎么来守着 神所给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要靠着那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来遵行 来留意神的话 接受神的话 更遵行神的话 结论来说 我们渴望今天主耶稣有话给大家 2021年今天20211月3号是第一个主日 我们求主耶稣带我们一同进去得地为业 得那丰益 得那丰盛恩典的加拿美丽 求神向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敬畏耶和华 第一个 留意神的话 第二个 谨守神的话 第三个 遵行神的话 并靠着圣灵 持守 进入神所示 丰盛之地 求主恩待我们 在我们敬畏耶和华当中 我们得地为业 我们个人 我们职场 我们家族 一同进入神荣耀的恩典里面 真的得地为业 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2021 我们奉耶稣的语讯告 我们愿意更加留意你的话 更加接受神你的话 更加遵行神你的话 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同保罗写给提摩泰的书信这么说 从前所交通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主啊让我们记得你的话 我祝你的话 也靠着圣灵牢牢地守住 守神你所给我们的话 在2021 我们真的能够敬畏耶和华 得地为业 我们以前已经得到的地业 双倍的保守 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 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要回来 继续行走2021 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个人 跟我们的国家 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 感谢 汪牧师的政大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 赵国英诗歌 你可以跟我們用的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为了我们一起失望 万全无处于失望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心事进入我心中 生命的指引我 在百万十年中的大喜乐 因为爱告诉我 何必何必都我用 只要是一秒的恩典 是否我用 让我守得数十年 都痛苦失望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为了我们一起失望 万全无处于失望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神明的指引我 在百万十年中的大喜乐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现在是接受奉献事先 请一切的奉公到今天来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祝耶稣就告诉我们天荡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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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天教會的弟兄姊妹 包括在中午上正在聽的弟兄姊妹 請請 是這樣的 我們在群上 大群上 在早禪的大群 晚禪的大群 都已經通知 從明天開始 我們教會暫停實際上的祖宗 禮拜 那個全部改成Zone 就是線上聯網的Zone和YouTube 這是由於雖然我們做了種種的反對工作 就像今天下午四點 以後我們的學生弟兄把全教會都消毒了一遍 這以前也是這樣 每天早晨一探 下午一探 禮拜天我們做了充分的消毒工作 但是呢 由於這個疫情的逐步升高 我們瓦拉盛地區和其他的有一些地區一樣 升得很快 現在已經上升到相當高的數字 據報導的調查研究 今年前幾個月上升高的地區 是由於文化習慣政治的原因 是比如說一些猶太政教信仰者居住的地區 他們不習慣來口罩 但是這一段上升的幾個地區 是包括華人區區 華人區區 我看今天的報紙還能分析 為什麼最近這幾個禮拜 華人區區上升的相當高的程度 甚至已經有一些症狀 我們就瞭解到已經開始了 畢竟 畢竟我們教會 原因是兩個 一個呢 大家華人戴的口罩 很多不合格 有些人只戴了那個 那個反制品做的口罩 是很漂亮 但是不管用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最近可能 截假的人比較多 還有攤位上那些說是說在室外吃東西 根據分析 他們做了調查 那些在室外吃東西實際上 冬天冷了 他們都關得很緊 也就相當於室內 隔壁的人都能影響到 目前就瞭解的是 這麼幾個原因 早上華人區區區區 在全主的市是相當高的 那為了保護大家的安全 我們只能宣布從明天開始 所有我們這個教會的各個堂 早堂 晚堂 舞堂 台語堂 還有那個 英文堂 全部停止 暫時停止活動 都改成縣上 縣上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摩穆斯正道 就直接在中上放出去 我們縣上也有幾十位弟兄們都在聽 還有事後也放到悠久上 大家也都可以看到 因為參加主日崇拜 無論是實體的還是參加獻上 都是我們一個基督徒 一種享受 也受我們的榮耀 也受我們一個方式 向神獻上我們的禱告和祝福 那還有一個方式呢 就是奮獻 奮獻是 雖然說我們暫停活動 奮獻不能停 因為我們教會各種發銷 各種傳會的發銷 包括教會的維護 比如說那個燈 大家看那個炸下來 那個燈炸下來 因為有些教團的事實老化 還是需要維修的 停車場 牧師管人的 還有我們神之人 也有牧師的供養 這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就像剛才我們大會主席 這個祷告的時候講到的 大家也就演練了 堅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 這是事實 當基督徒 基督徒當久的 大家都會慢慢體會到這句話 聖經說的話 是絕對沒錯 堅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 那怎麼方式呢 有些弟兄姐妹已經問了 問我問牧師都問了 怎麼捐呢 有這麼幾種方式 一種是我們教會辦公室 照樣開放 單紙開放兩天 禮拜三和禮拜五 從九點到下午三點 我們小姐姐妹都在 大家可以 比如說你要捐現金 可以不放心放在油箱裡頭 在門口這裡有個油箱 不放心 那時候我們辦公室開放 你可以直接交給辦公室 禮拜三禮拜五九點到三點 還有一個方式 是你可以寄來 寄來那個地址 在這裡 這個多塊上有地址 但是中文你可以 要到英文的 我們可以提供英文的 地址寄到 寄到這裡 也是可以 但是因為寄來 基本上是50票 這是第二個方式 第三個方式 是用網上 這個用Zilla 我用了Zilla的總站 我轉給人家 人家轉給我 我覺得非常方便 一點費用都不要 而且兩秒鐘就搞定 Z-E-L-L-E-K-A 大家在手機上下載 然後轉給同樣用Zilla的 比如說這些各家銀行 一般都有在銀行之間轉戰 在朋友之間 同事相互轉戰的話 用這個非常方便 那還有第四種方式 小姐也會在禮拜三 和我們的美東銀行 繼續聯繫 看看還有其他更方便的方式 所以這一點我特別講一下 如果大家還不了解 可以向我們具體 了解具體怎麼做 也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 大家可能就要 有相當一段時間 沒見面了 都相當想念 估計要到什麼時候呢 有人問我 我說我的估計是要到五月六月 現在我們才一月三號 那一直要到五六月 為什麼這樣估計呢 是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到那個時候 估計大多數人已經打了疫苗 根據科學的調查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打了疫苗 不一定要百分之七十的人打了疫苗 百分之七十的人打了疫苗以後 就會引起群體效應 那時候如果真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打了疫苗 那時候就可以進入不要短照 不要社交距離的時代 這是今天最新發現的科學雜誌 估計到那個時候才能達到那個階段 第二個是溫度 大家知道新冠病毒最怕的是溫度 在1427度以上 基本上新冠病毒就不好生存了 所以我們估計在溫度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經驗了 去年就是了 溫度就逐漸升高了以後 這個疫情就逐漸自然而然下降 所以基本判斷是我們要回到屍體的界面 就是要到五月份六月份 很可能大家等待同時看情況進行發展 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因為即使有變異病毒有產生變異 但是根據在美國的兩三個州發生的病例 和在英國發生的比較多的病例 那些變異的病毒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特殊不同 治療就是疫苗能量能夠cover這些變異的病毒 這就像感冒一樣 大家知道感冒每年變化的感冒病毒 有將近一百種 那我們大家打感冒針 那是指的每年調整感冒針的二十種 我們打的感冒 基本上不是本文 還是影效 所以道理是一樣的 病毒變異大家不要可怕 如果有疫苗可以打 我們還是沒有聽說 有什麼很大的很壞的痛苦 至今全世界沒有聽到 有一例是由於打這個疫苗針死亡的 主要是過敏 你如果過敏 平時過敏比較嚴重 對某種東西過敏比較嚴重 這個就要你的醫生三明 該打 所以總的來說 我們可以彌補 就像冒公司在每次小子學習晚 都請大家打開視頻 大家互相之間好久沒見了很想念 在視頻上可以聊一遍 謝謝各位 請我們起立來接受上帝的祝福 主啊 2020多災多難 2020驚濤開浪 主我們要向你知取信心 來面對一切的困難 我們要把過去的驚嚇惶恐 擔心難過 放在2020不跟他說再見 我們要奉耶穌的名宣告 我們要向你來知取 勇敢壯膽 信心 盼望 豐盛 在我們2021前面的路程 願上帝 他的能力威嚴全秉 以及為我們使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所流保血的 色言圖謀救贖 以及時時用我們說不出的叹息 在十二寶座前 為我們祷告的聖靈 他的安慰造就勸勉 與我們眾人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遠 Amen 請坐電閲莫奴三位